大小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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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漂亮喔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耐 我是純也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甚麼 我們今天是地獄廚本 我們今天會煮這個 菲利茂的竹輪卷 竹輪卷 竹輪卷 竹輪卷有甚麼特別 那當然不是便宜吃竹輪卷 我們今天就教一些不同的食材 配合竹輪卷一起吃 那我們快點介紹今天的材料 我們今天的材料就包括 日本年糕、腸仔、粗臘腸、秋皮、青瓜和芝士 這麼多材料,不要等會試吃 好 那我們第一步要做些什麼 我們第一步要先把食材放進竹輪卷裡面 常日,你想先放哪一種食材呢 不知了 好,我們先放這個芝士 我們今次買了一些日本的芝士條 方便我們一條放進竹輪卷裡面 我們現在就把這條芝士條放進竹輪卷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洞 我們就這樣放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條 我們下一步要做秋葵 秋葵是一種日本很特別的蔬菜 我們拿起竹輪卷 然後我們就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就會這樣 來,這次我想放 嗯,那你想放些什麼? 嗯,腸仔 好 哇,很香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最好吃的 因為竹輪卷和腸應該會很配 嗯,阿蟹,不如試試吃芝士腸 好,那我們就開這個芝士腸 那這個也是日本牌子的芝士腸 那它也是小小的一條 那芝士用的就很好吃 對,會有流心的下火 所以很期待我們兩個都 好,我們又拿起竹輪卷 又拿起竹輪卷 那這條腸就比較幼一點 所以容易一點吃進去 哈哈 那我們就放進去 那時候我們下一個東西 就做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那就是日本年糕 那就是這個 那我相信大家去日本 麻糬就吃得多了 那大家有沒有試過 吃竹輪卷裡面 是放了一些麻糬呢? 那我們今天就做這個 超級特別的竹輪卷 那我們就把這個 預先切好的麻糬就放進去 那它還沒煮熟的時候的 年糕是很硬的 但是等一下我們做熟了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軟 好像麻糬一樣的 那這個就比較長一點 那兩邊都抵起了 那我們除了準備了秋皮這個蔬菜之外 我們今天也準備了這個 日本青瓜 那因為呢 當你放了青瓜在裡面之後 你整條竹輪卷 就會變得比較清新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放了這個青瓜 進去 好了 那我們就放了進去 純也你又偷吃 好美味的青瓜 那我下一個就要把肉腸放進去 好,這個是最粗的條腸 那因為呢 這條腸呢 我們呢 那個洞太小了 我們就塞不進去 所以我們呢 就先切開了 那我們就放它了 對了 就好像個鹽狗那樣 那好了 那我們要開始煎了 嗯 好,那我們就準備了這個煎餅 那我們就要準備煎竹輪卷了 然後煎了這條 芝士腸先 哇,我煎這個芝士 嗯,很香喔 我已經聞到 我們煎一陣 那純也 不如我們呢 把甜品都放進去一起煎 好啊 好香喔 奶奶,是不是可以上碟啊 你會這麼心急著 那我們呢 這個靈魂的醬汁要淋上去 那這個呢 就是壽喜燒醬 那這個呢 是很甜的醬 那再放進去這個竹輪卷裡面 會更加好吃 那我們呢 就趁它還沒上碟之前 就淋一點醬上去 嗯 你我想問是什麼味啊 嗯,很甜的味 對,很甜的味 那我們就淋上去囉 哇 哇,很漂亮啊 鮮型結構的醬 很漂亮 哇,這個也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啊 加了一些醬汁之後呢 它的顏色是更加深 很漂亮 哇 哇 好了,我們可以準備上碟了 好 那終於呢,都做好了 神友,我們上碟了 好 好 很漂亮 你看這個 這個是最美的 很大的 對不對 我們再點一點 拜拜 好香啊 你呢 吃得了嗎 那我們在吃之前呢 就切開給大家看看裡面的效果 嗯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效果也不錯 那我們就放到碟裡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神友 芝士忠 那我們就切開來看看 這個芝士忠呢 效果也非常好 那我們就放上去囉 那神友,第三個是什麼呢 芝士 那這個呢 應該會有流心的效果 哇 有流心啊 這個芝士應該是最好吃的 那第四個呢 就是青瓜 那青瓜呢 就很普通 但是呢 青瓜其實也很好吃 那之後呢 就是這個 年糕了 你看之後就是抽葵了 是會有很漂亮的形狀的 哇,很漂亮啊 是一個星形來的 那因為抽葵呢 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蔬菜 而且它是非常有益 所以其實它呢 配竹鱗丸應該也會很好吃 好啦,那神友 最後一個也是我們 最期待的一個 大家看看 這個很像這個熱狗 那我們切開來看看 好 大家看看吧 可以 好,我們呢 終於完成了 年年,好像我們平時開Party的拼盤 對呀 那旦有禮物,所以快點吃呢 對呀 那你快點選來吃吧 年年,我想吃這個熱狗燭卷 讓你試試看 嗯 很好吃啊 我看到你的樣子 我都覺得吃得很好吃 太棒了,是不是 那我這裡試過fresh一點 那我先試一下抽葵 很好吃啊 你看好吃 我再吃到一個 嗯 嗯 真是獅子 很好吃啊 好吃啊 那這個竹鱗丸呢 跟平時我們在香港買的 獅子狗丸呢 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個呢 是真是很新鮮做出來 從日本直送過來的 還有這些呢 是真是真的鯛魚肉來的 而不是我們平時在街上 吃到的獅子狗丸 那些假的魚肉味 這個是真是鮮魚肉味 嘩 好大隻八爪魚 那這隻八爪魚呢 都是我們在啤里曼寶寶寶買的 那這隻八爪魚的來頭當然是不少 那它當然不是普通的八爪魚 它這個呢 是在日本的送過來的 新鮮八爪魚來的 大家看看多大隻 順雅,你要不要試一下呢 好啊 1,2,3,4,5,6 咦 為什麼只有六隻腳呢 因為昨天買回來之後呢 我已經有不少吃了兩條 嘩,你這麼餵食的 那你剪兩條先試一下 好,那我們剪兩條出來試一下 嘩 嘩,真的很大條 我們先剪一條 嘩 它的腳真的很粗 大家看看 就是它的腳 那現在呢 好,那我們就不看了 因為八爪魚我們昨天播過了 那在Ikawa TV就試了 我們的竹龍卷 嗯 我不明白 阿雪萊和阿淳雅 射啊 為什麼會經常有人問呢 阿雪萊應該是在聽的 在看Nife的 就是問他 是不是兩兒子了 還是姐姐、小孩 他在這裡有父女 喂 老實說 你這樣真的很傷心 一個少女的心 有個網友說 不是啊,別人二十歲而已 是港大學生 錯了 他是十八歲 今年年尾 他應該是十月二十六號 我不記得是二十四號還是二十六號生日 才是十九歲 OK 現在在港大學生讀一年級 年尾生日就是二十六號 弟弟就是純也 就不要再問了 喂,大哥,很傷心 但是這樣也算誇張 我記得我老婆跟我說 我老婆是一個小孩的 我老婆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有一次 他跟一班同學 或者同事 在家裡 以前是捉完的 去外家 打麻將 接著他弟弟下班 接著他的朋友說 咦? 世伯回來了? 世伯? 你怎麼叫他弟弟做世伯? 真是大混亂 這些真的很難說 因為他們那時候做一些學師 真是黑黑實實 但也沒有我們這麼離譜 那純也 說來怎麼能生得出純也呢? 是吧 十八歲而已 一人低少女 當然說這些 大家真的要知道 我們也是推銷的時間 就不特別說了 我真是很討厭這個竹龍卷 你說原來可以加這麼多東西 可以加這麼多東西 而一個這麼天真無邪的純也 日本人是不是比較好色 一說到腸 就想起這些壞事 十歲當然認識 認識了嗎? 認識 好了 說來現在有些寶寶家常人 比大了 過了兩年 有些網友說他有用餐 唯有十八便 你不要這樣 這些我們也會先做 不要特別去說 當然是用餐不必 不用說 你說一個女人不用餐 會有一個質疑� 就是一種多大的侮辱 對嗎?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